人字易写,人难做。 人生最大的敌人,不是别人,而是自己。 人生最大的成就,不是超越别人,而是不断超越自己。 一个人如若贪图安逸,只会一事无成。 如若只懂享乐,只能遭人嫌弃。 想要拥有幸福的人生,这几种念头一定不能有。 依懒,天下之事,坏于懒于私。 诸事繁杂,皆因懒而生,万事蹉跎,都因懒而不成。 蔡康永曾说,当一个人没有上进信的时候,你是在杀人,一不小心,你就杀了自己。 人这一生,最可怕的不是碌碌无为,而是在该奋斗的年纪,选择安逸, 该拼搏的时刻,选择放弃,给懒惰一堆冠写堂皇的理由。 心懒,一事无成,身懒,百病丛生。 那些口中所有的顺气自然,最后都只会成为懒惰的借口。 做人太放纵自己,到最后只会一无所成。 2. 欲 爱因斯坦曾说,人们所努力追求的目标、财产、虚荣、奢侈的生活,在我看来都是庸俗可比的。 拥有欲望并不可耻,但欲望太多,最后只会迷失自己。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有成本,每一次的算计,只会让感情的分量轻上一份。 倘若一味地追求欲望,只会失去做人的底线,罔顾他人的利益,也就断了自己的后路。 3. 教 知人者智,自知者明。 人之所以讨人贤,往往离不开交子。 喜欢处处炫耀的人,只会让自己走入绝境。 因为一个人再厉害,也会有不如他人之处。 一个人再得意,也总有失事之事。 别太看重自己,也别太看清他人。 太骄傲自大的人,最后只会越来越无知。 4. 贪 人生若只如初见,何时秋风悲化善。 很多关系,在一开始都让人羡慕不已,可处着处着便分道扬镳。 归其原因,便是感情中的贪婪在作祟。 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,得到一份便要索取更多。 而一个人对你好,是因为相信你,值得他付出。 若只是一味贪求,那这份值得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。 感情需要知足,莫让自己的贪婪,赏了真正在乎你的人。 5. 撑 人们总是很难与一个乱发脾气的人相处融洽。 因为发脾气时,人是没有理智的。 他们只图自己发泄,却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。 说出的话,做出的事,总是会伤到他人。 哪怕是再好的关系,也会有一天因为坏脾气,选择离你而去。 人们常说,你的情绪里,藏着你的朋友圈。 控制自己的情绪,不仅是人际交往的第一要素,也是人生最大的修行。 人生一世,与人万千,有讨人闲的人,就会有受人喜爱的人。 前半生,为了名利生活,为了家庭失业,耐下性子,笑脸迎人。 后半场,人生过半,以看淡生活,明白与人相处,舒服最为重要。 那些消耗你的人,哪怕相处再好,也要远离,费尽的关系,从来都是错的。 而那些相处舒服的人,如果遇到了,一定要好好珍惜。 1.相处舒服。 有时候,我们会用舒服来评价一个人。 因为和他相处,不用防备,没有虚伪,你可以尽情地做自己,不用顾忌作用。 有人说,一个能真正和你长久相处的人,永远欣赏的是你自我独立的模样。 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,不是彼此相互伪装,而是在对方面前,你只需要做自己。 洪学大家周如昌,和张伯居相交莫逆。 张伯居是收藏大家,家中藏书无数,周如昌便经常去他家里看书。 张伯居见他到来,从不主动迎接,他走时也不起身送客。 有人觉得这是张伯居不重视周如昌,可周如昌却说,我不理他,他也不理我,我要回学校了,也不告辞。 出了门就走,我们那个关系没人能理解的。 人与人之间真心相交,本就应该拿出自己最自然的状态,相处不累,才能久处不厌。 就像顾城的那句诗,草在接他的种子,风在摇他的叶子,我们站着不说话,就十分美好。 余生,做一个相处舒服的人,不伤害他人,不让别人为难,懂得欲试不及躁,对人温和有利。 是让自己高兴,也让别人舒服。 二,带人温和。 网上有人问,什么样的人最值得深交? 有人答道,好的感情要三观契合,兴趣相投,不因时间遗忘,不为迎合伪装。 他明白你的小星子,熟悉你的小情绪,设身处地为你着想,如此而已。 的确,这样的人,无论走到哪里,都让人如暮春风,倍感舒服。 演员王宝强曾说过一个故事。 在拍《天下无贼》时,他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。 一天,王宝强想去卫生间洗个手,可因为是感应水龙头,他不太会用,在那里局促不安。 这时刚洗完手的刘德华,什么都没有说,只是把手伸到了水龙头下面,又洗了一遍手。 王宝强看在眼里,内心暗暗感激。 后来,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,这件事让我一直难以忘记,刘德华一直是我的偶像。 那时,他连我的名字还不知道,却用这种方式帮助了我。 蔡根坦说,处事让一步为高,退步及进步的根本,待人宽一分是福,利人是利己的根基。 感情的真谛是以心换心,自己的一份真情,终会以最合适的方式打动对方,让人感到熟悉安详。 待人温和,处事柔软,一个高情商的人,永远是他人最值得交的朋友。 三,言而有信,一个人是否值得深交,就看他是否靠谱。 靠谱之人,言必行,行必果,勤恳踏实,光明磊落。 东汉年间,汝南张绍和山羊郡的范氏同在京城洛阳读书。 学业结束,分别之际,张绍不舍。 范氏劝张绍道,两年后的秋天,我必去你家拜望老人,同你聚会。 两年后的秋天,张绍突文长空一声言叫,想起了范氏的诺言,便与母亲商量此事,准备酒席。 张绍母亲不信道,已分别两年,虽然是约定的日期,但是远隔千里,他怎么还会来呢? 可张绍却说,范氏是个靠谱守信之人,肯定不会违约。 果然,范氏奔波千里,如约而至。 二人声唐互拜对饮,畅快痛饮后,才相互告别。 为人靠谱,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任。 凡事有交代,事事有回音。 一个靠谱的人,能让人感到踏实,也让自己更快地走向成功。 庄子杂篇于府中说,真者,精诚之志也,不经不成,不能动人。 行事讲底线,做事有原则,懂得一个靠谱的人,才更值得被珍惜。 四,为人善良。 一位老人在河边洗手,看见有一只蝎子在水里挣扎。 便想救他上来。 可是一伸手,便被蝎子折了一下。 他又伸手去救,又被蝎子折了一下。 有人笑话他,蝎子折你,你怎么还救他? 老人微笑着说,蝎子折我,是他的本性,我就蝎子,是我的善良。 我不能因为他的本性,而丢弃了我自己的本性。 人之所以行善,不是为了有所回报,而是良心释然。 作家梁小生说,善良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,它是一件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事。 就像有时候,善良是为了心安理得。 善良的人之所以快乐,不是因为他们天真,而是善良本身便让人高兴,能让人找到新的归宿。 自私的人会越出越累,善良的人交往越深越温暖。 爱出者爱返,浮往者浮来。 人生的下半场,成为一个善良的人,让善归心与有同行。 五,谦虚游离。 水滴成海,人滴成王。 一个人越优秀,越懂得谦虚待人。 苏格拉底在和学生的聊天时,其中一位总在炫耀自己的富与家境, 吹嘘自己在雅典附近拥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土地。 苏格拉底一边倾听,一边拿出一张世界地图,问道, 你能指着给我看看,亚西亚在哪里? 学生指着地图回答,这一片全是。 苏格拉底又问,那么希腊呢? 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学生。 他认真找了很久,才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说,好像在这里。 苏格拉底又问,那么现在请你给我指出, 你家那片一望无际的土地在哪里呢? 学生十分尴尬地说,对不起,我找不到。 从那以后,他再没有向任何人炫耀过自己的家境。 一个优秀的人,懂得山外有山,人外有人,他们懂得不沾沾自喜,知道谦逊有理。 细微见修养,谦逊见格局。 一个谦逊的人,才会赢得信任,收获他人的善意。 以书说,人生短短数十载,最紧要是满足自己,不要讨好他人。 往后余生,要看清人性,认清关系。 别高估,也别忽略,别执着,也别忘记。 用一颗通透之心体会各种滋味,远近相依,放得清净。 做一个相处舒服的人,心安舒坦,让生活里多一份滋润。 做一个高情商的人,如暮春风,让生命里多一份轻松。 做一个言而有信的人,万事安宁,让世界里多一份责任。 做一个善良的人,心思坦然,让内心里多一份期盼。 做一个谦逊的人,彼此受益,让人生里多一份安详。 愿每个人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,活得轻松自在,拥有美满人生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